巴黎奥运会松弛感这么强的吧 7月25号 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一天 网友们花式偶遇各地分散点的彩排 引发了调侃 法国人身行过年了才想起养击 其实呢 这也是本次开幕式和以往开幕式最大的不同点 运动员入场环节将不在体育场内进行 届时作为会将动用近100艘船只 载着约10,500名运动员沿着赛纳河巡游 在开幕式的当天约3000名的舞蹈演员 音乐家将联手贡献精彩的表演 因为表演的地点不局限于一地代表团巡游路上 每一段河岸每一座桥梁都有音乐舞蹈和表演 所以彩排也是在各处分别进行的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想要观看开幕式恐怕得在周末熬个夜了 当地时间7月26号晚上7点30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27号的凌晨1点30分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将正式开始 到时候中国代表团也将亮相本届奥运会 我们共有405名运动员将参加30个大象 42个分项 236个小象的角逐 期待中国建儿在塞纳河畔再创辉煌